说到凤姐这个名字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听过 甚至对一些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不少人对凤姐当年的自信言辞都记忆犹新 凤姐作为我们中国第一代网红 也算是网红的鼻祖了 如今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 我们的表情包里面 估计还有不少凤姐的表情包或者图片 那么凤姐现如今状况怎么样了呢 2009年的时候 凤姐曾发布了一篇《征婚帖子》 24岁的罗玉凤 身高1米46 征婚要求非清华北大硕士不驾 条件悬殊太大 不少网友嘲笑她不自量力 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殊不知 征婚是手段 走红才是她的目的 网友越骂她越火 征婚一年后 凤姐声称拿到了美国绿卡 来了就没想过回去 终于到了梦想中的天堂 凤姐却并没有过上自己期望的事 扬言死也不回国的凤姐罗玉凤 当时的她只是上海家乐福超市的一名普通收银员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 凤姐没有和任何人经历过七年之痒 而是用自己的言行为网络世界做出了无数贡献 在此期间 她经历了一夜成名带来的红利 也遭受了无数非议 从农村女孩到第一代凤姐 网络名人 她经历了什么 罗玉凤1985年9月 罗玉凤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农村家庭 在她七岁的时候 父亲离她而去 而她母亲跟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认命 在长大之后 罗玉凤跟母亲一样成为了一名农村妇女 在阳渡村的隔壁有一家国企里面 但孩子打扮得都非常时髦 而且还经常嘲笑他们这些农村娃 这让她感到非常自卑 但是一股希望也慢慢滋生 她想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而她唯一能改变的办法就是读书 因为家里的条件太差 再加上父母对弟弟妹妹的偏心 后来考上高中的凤姐 也没能如愿继续读高中 而是去了即将师范 读起了免费中专 读书是免费了 但是依然还是需要生活费 那时的罗玉凤 不得不低头向继父索要150元的生活费 罗玉凤的妈妈经常对她说一句话 这就是你的命 要认命 然而 罗玉凤就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 但在罗玉凤心里 觉得妈妈说的并不对 她觉得这个命运并不是自己该有的 她想要为自己重新谋求一个命运 为此 罗玉凤的加倍努力读书 更是在当时的学校考过第一名 英语考100分也是经常的事 之后 又通过自己的努力 自修汉语专业 获得了重庆教育学院大专文评 在课余时间 罗玉凤还喜欢看书写诗 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梦幻 他在自己创作的一首诗中写道 在我和世界之间加入一个弹簧 收拢 弹开 再收拢 直到最后彼此厌倦 把所有走过的路权交给封 毕业后 罗玉凤在重庆奉节黄寺小学 做了两年的乡村教师 一开始 学校开始让她教毕业班语文 一学期后 又将她调整到四年级 最后又调整到一年级 据说是因为罗玉凤跟同事处不好关系 学生们也不喜欢她 于是她毅然辞职去了上海 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 谁都高攀不起 罗玉凤便是如此 兴许是上海的夜太凉了 她想拥有一个温暖的怀抱 2008年 罗玉凤独自来到上海寻找梦想 然而她的理想是满满的 现实是 古兽如柴的罗玉凤教育不高 能力有限 她的简历都丢在海里了 无奈之下 她只能去家乐福的超市 当收银元 月薪一千多元 在这里她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女同事 虽然对方没有学历 但是因为长得漂亮 找了一个高富帅 这让罗玉凤非常羡慕 于是她怀着忐忑的心情 联系了营销公司 没过几天 网络上便出现了一个帖子 我想找个北大清华南结婚 而且征婚条件极为苛刻 但是对比之下 征婚者本人的条件 却非常滑稽 她就是罗玉凤 接下来 她又在陆家嘴附近发传单征婚 这张征婚广告 如罗玉凤所愿 她真的一夜之间火了 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 她就参加了两档选秀节目 上了六档省级卫视电视节目 甚至还有电影制片方 邀请她出演角色 广告代言也接踵而至 整容医院也是想借凤姐的机会火翼吧 据说给了罗玉凤 十万元代言的未要的广告 想借此机会炒作品牌的商家 甚至把出场费用报告高达三十万元 价格堪比二线明星 那时候罗玉凤 对自己的状态非常满意 她在博客中写道 相比于黄寺小学的怀才不遇 刚到上海的失魂落魄 到现在的我实在是有些春风得意 即使人们把我当丑绝 不过比起饭都吃不上 这又能算得了什么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看穿她自我炒作的把戏 人们对她的 态度也由最初的看热闹 变成了厌恶和愤怒 在一次访谈中 罗玉凤自曝当初在人间节目里 那些雷人的话 其实都是导演组安排好地儿 她也只是为了 拿那四百元的录制费还坦言 对她而言 没有什么东西 不是一场戏的 罗玉凤的态度惹怒了 包括土匪在内的现场观察员 也挑动了观众和网友 那根敏感的神经 随着网上的谩骂声 越来越多 现实生活中也不例外 走在街上都有人骂罗玉凤 甚至土磊 都曾被她气到中途离开节目 她在微博注册后 迅速获得了数百万粉丝 人气不亚于前任富荣的姐姐 2010年以来 她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凭借她深不见底的吹嘘和各种精彩的动作 凤姐在骂声中成长 这可以算是实现了她的成名梦想 凤姐说 如果他们因为骂我而出名 那么他们就会成功 如果没有 那我就成功了 网络上大家调侃着凤姐的照片 可以镇宅辟邪 现实中家乡的村民一致认 认为她伤风败俗 就连她的母亲也深受其害 白天不敢见人 晚上睡不着觉 母亲还曾经托人去劝凤姐 让她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她的亲戚更是删除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跟她划清界限 大家都觉得她疯了 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 凤姐并没有退缩 她不放过任何露脸的机会 此时的罗玉凤 意识到了自己成了过街老鼠 经过两天的梳理后 她发文称要去美国 说中国人的层次感太低 无法读懂她 她要在那里取得成功 就像当初从重庆农村跳到上海一样 她觉得自己还可以跳得更高飞得更远 很多网友很好奇 凤姐为什么选择去美国呢 凤姐没出过国 对美国的了解 大概只停留在她常看的那些杂志上 或者是激情四射的电影情节中 在她的想象中 美国是个充满梦想和奇迹的国家 人人都能成为总统 奇迹随时都可能发生 凤姐声称 等她拿到美国绿卡 这辈子也不会再回来 而这一句已经十年之久 最初她去美国中文电视台应聘记者 虽然没有成功 但她清晰的思路 不错的口才 以及对一些问题独特的看法 都得到了面试官的认可 不久 凤凰新闻邀请罗玉凤 担任主笔 记得高晓松当时还转发了 罗玉凤的一篇文章 称赞朴实哀而不伤罗玉凤的人生 在悄悄转变 甚至有人将她树立为励志人物 一个颜值学历 家境都不出众的女子 能靠自己从重庆农村 走到美国纽约这样草根逆袭的故事 实在太有震撼力了 于是当凤姐在公众号上发出那篇罗玉凤求祝福 求鼓励的文章时 立刻刷爆全网 获得三百多万的阅读量 二十多万的赞赏金 她在文章中写道 只要不认命 没有飞不上之头 赛凤凰的麻雀 哪怕最开始第一 见到尘埃里 乍听上去 这段话确实很不错 充满了激情澎湃 未来可期的感觉 正当人们疯狂转发文章 所有人被她的励志精神 深深打动时 罗玉凤又一次耍了大家 很快文章就被爆出 不是凤姐本人所写 而她所谓的个人公众号 其实背后 一直有团队在运营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罗玉凤将文章得来的 二十万赞赏读数 捐给了大梁山的小朋友 并宣布永远关闭赞赏功能 直到这里 罗玉凤彻底原形毕露 人们才可以看见 她在美国生活的真实样子 原来凤姐到美国后 一直在美甲店工作 虽然她自己也知道 每天长时间打磨廉价的价店 粉尘会被吸入肺里 但是没钱又没学历的话 凤姐在异国他乡的她 又有多少选择的权利呢 因为英语不好 连做美甲师 也只能在条件比较差的黑人区工作 中间也有不少网友爆出 凤姐在美国干起了捏脚的活 吃着垃圾食品 做着辛苦工作的凤姐身材 更是大变样 从网友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她的状态并不如意 美国梦显然碎了一地 随后 罗玉凤开了直播现身说法 尽管有些人移民之后 过得很风光 但也有人可能过得连狗都不如 为此 凤姐曾经发文吐槽到 漂亮国并不是天堂 只是不只知道 曾经叫嚣着死也不回中国的她 现如今在疫情严重的美国 又是怎样一番处境 话说回来 凤姐走到如今这不田地 还不是自己做出来的结果 她用了十年的时间 向大家证明了自己的愚蠢 大众用十年的时间 看了场彻头彻尾的笑话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感谢您的收看 对此您是怎么看待 这位凤姐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